一進屋到處都是雜物 連走路的空間也擺滿了 這裡是台北市大同區慈濟關懷戶 羅太太的家 患有輕微阿茲海默症的她 要照顧年脈的母親 和半身癱瘓的丈夫 無力整理居家環境 我們這間房子做二十幾年 要三十年了 我們先生都不想拚 他不敢 所以很多老鼠和蟑螂 慈濟志工從五年前 羅先生意外癱瘓後 開始關懷他們一家 期間經常提及要幫忙整理打掃 直到最近才得到羅先生的應運 打掃當天下著雨 溫度又低 二十多位志工得穿著雨衣 樓上樓下奔波 但大家都不說辛苦 新的過程中也覺得 從物質到變乾淨 然後給這個照顧戶住乾乾淨淨的房子 也可以讓他們心情愉快 我覺得是還蠻值得來這邊體驗的 今天幫他們整理的時候 其實真的覺得自己的師兄師姐 真的都很發心很幫忙 那我也希望說以後我有這樣的機會 我也會多多的參與 志工忙活了一整天 終於讓家恢復了原來的面貌 羅太太感恩之餘 也說出自己的心願 請自己需要我幫忙 我也願意付出 有願就有力 祝福你喔 謝謝 謝謝 帶來新聞 珍珊美之工鄭博人台北報導